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说多少都是11年的时间 对球队的感情也是从那种处处茅庐到那种已经真正的融入进去 已经不能用感情来说这种东西了 真的是算一个家了吧 基本上快两年没有回那个大运了 因为我们主客场的时候就会去深圳嘛 两个年多没有回那个宿舍了 非常想回去呢 估计衣服那些都发霉了吧 好久没回那种龙岗那个大运中心 那大运中心可能我们转大 所以但是显得球运较少 但是那个球场的体验感是真的非常好的 已经打得挺快了 都是陈第六个赛季了 然后我从那个刚上一队已经转成一个算是中产阶级的老队员了吧 应该算队里的 队里我们也迎来了第一批算是正式的新人吧 就是不是跟我一届 然后也就是比我小很多上一届全运会 这届全运会上来的那个年轻队员也迎来这些人 我感觉整个的CBA里头应该据我们队是整个人全部都散出去 最后回来就十天时间 打了五堂训练课 我们就来打CBA了 那还有两场季前赛 给了两场季前赛的时间 整个一年都没有休息 所以今年确实自身感觉刚打了 其实前面刚打四场球之后身体就非常累 就是来疲劳期来的更快了一点 平常基本上十场八场来 我这次四场的时候就感觉非常非常累 可能就是因为今年夏天都在奔波忙碌吧 没有休息吧 我对我们球队比较有信心 虽然我们球队经常也干过这种翻车的事情 就是大比分的时候领先 但是突然一截被人打崩 我们球队确实有这种事 但是我对我们球队是有信心的 然后我们在外援方面我们也占据优势 就是以自己的一种防守为主啊 防守才能帮助球队更好的进攻 可能第六年成为一个老将之后 更需要在场上指导更多吧 会沟通一下年轻队员 然后看看想之前我上一队他们怎么跟我讲的 然后怎么跟我沟通的 怎么帮助我的 我也会去帮助同样今年上来的人 然后我今年就跟孙昊清住一房间 然后我也是主动申请跟他住的 然后我想帮助他更多 让他能上一队更快适应 更快能帮助我们球队吧 全运会其实还好吧 全运会因为都是CBA的球员去打 只是没了外援 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心力吧 主要还是国家队吧 国家队感情数比较多吧 其实开场打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而且还是首发登场的时候 当时都挺紧张的 身体也非常紧之类的 跑两下体能就很喘 体能就很差 然后外界可能在对你的表现 会没有预期 也会对你进行一些评价 这种东西只能靠个人克服 个人克服 然后加上自己那种 家庭的那种帮你开导之类的 自己都是经历 然后这也是 就算被人什么课外评价 还是自己在场上学习的 都是一个对自己一个很好的学习 尤其是在去到后面 那个落选赛的时候 感觉那个层面 整个就不一样了 跟打的对手啊 然后在场上这种感觉 对面的防守 对面的那种进攻 整个团队意识 还有他们自个人的身体天赋 整个都是不一样的 感觉 自从打完那两场比赛之后 那两天 自己也想了挺多东西的 就是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是不是中国我们这种球员 不应该一直在这种地下观望着 看着很远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自己去跳 像今天两个去澳洲一样 我们去往国外这种平台里去跳入 去竞争一下 就是当时那两天的感触是比较大的 我当时也在想 我说我要不要也去锻炼一下 也想过这种问题 就像今年一样 我们也打了打了两场日本 其实亚洲队伍 还是跟我们CBA水平差不多了 所以比较面面对比较从容比较适应吧 可能是对面有两个NBA的没有回来 然后呢 没得没是他们的全部主力吧 今年大亚洲比赛的时候还是蛮从容的 不像是两个欧洲比赛正常面对吧 我相信我们赢的几率还是 还是百分之百的 时间都是挺快的吧 那么以前还想到 大家跟那个 我大邱我们高一号 几个EP国哨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打 10年时候还在打韩国那中日韩的 11年的时候打中日韩的 一下大家都十几年都快过去了 是差不多十年了 然后大家厂下观意一直很好嘛 然后厂上大家竞技 竞技体育刚才说的一样的 比赛就是比赛 我们下来朋友关于再好都可以 比赛在场上只有一个 就是只能有一个赢嘛 在场上都会认真去打这个比赛 场下大家都保持聊天 开玩笑啥的 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然后大家都从那种 替补转成那个球队核心了 都很更快 自己的防守体系应该就变好了吧 经过国家队再经过全球队 广东队这个防守体系 我学的真是比较多的 比往年的防守做的更好 我感觉今年更多的是 提倡自己的 防守掩护的 党拆的防守 然后呢 队里的轮转防守 整个都是因为这一下天 这种 两个比赛的经历 改变了我现在这种体系吧 夏天杜导跟我讲的话 说你这个去国际比赛 你是干不了冒的 整体还是要提高自己个人防守 个人防守在单防 党拆防守这种上面 然后呢更突出的帮助到国家队吧 目标肯定是球队往上走的更好吧 但是首先我想从自身 就是这个夏天从国家队和广东队 学到的东西 把队伍的防守体系变得更好 因为我们 我小白是荣子 我们现在开玩笑说 我们三个是队里的防守组 我是组长 然后他们俩是组员 我想通过我们这种 这段时间去那种高水平球队的学习 然后呢把自身球队的防守 提高到更高一个水平 更高一个层次 然后呢也有这种机会 跟那种高水平球队一块去竞争 这是最大一个目标吧 新领季球赛是第一位 第二位就应该就是突破去年的成绩 是我们的今年主要目标吧 能打到奥运会这种高级别的比赛 应该是最终的 算是一个愿望一个梦想吧 我也会极力争取嘛 然后呢要是有机会帮助这种国家队 我也希望能帮国家队 得到这个下一届奥运会的名额之类的 然后能参选到这个国家队的这个奥运会 我们的这些基务筑ゲージ 会参与我们的本洋 来看到作为魅力统筑 我去把手心里面 除了原地腦筑 只是很纠 Years 西哥 党分病 在这个違う辑Ps 会